小選手專注 用力揮棒 一年一度的元香杯棒球比賽 27號在台北社子島正式開打 可是望向四周 卻發現不比以往熱鬧 原來是有部分隊伍 受到疫情影響 選擇棄賽 他們那裡疫情太嚴重 有確診 那裡疫情太嚴重 金門中正 然後他們又確診 他們就棄拳 這元香杯因為延期 疫情的關係延期 它原本是六年級參賽 延期的關係六年級畢業了 所以我們以五年級下去參賽這樣子 台北市棒球協會理事長表示 原定五月的比賽 考量到國小組選手都還沒有打疫苗 所以延期 另外比賽辦在台北市 疫情較為嚴峻 南部以及離島地區的學校 大多都只好忍痛放棄這次的比賽 有些元香的都期待這個比賽 那你不可能說他有些他可以打 你就不要讓他 因為一個人不能打 或報名的時候他有確診 那準隊不能打 那我們就盡量讓小朋友 能在這裡打球這樣 理事長也說 雖然今年有大約四分之一的隊伍 因為疫情的關係無法參賽 但孩子們想要比賽 與各隊切磋的心意 仍然想要盡力守護 有些新聞怎麼到心意顧台北市採訪報導